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5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 是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4月初七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好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這一宗 是在英國發生的香港間諜案 我們跟很多朋友 尤其是英國朋友也討論 真的沒有想過 竟然會發生 是一宗 幫香港做間諜案件 的案件 是由 香港的官方機構 直接參與 這個 在幾年之前 你是難以想像的整件事情 現在 正式發生 香港的戰狼 全部 飛撲出來 譴責英國 說英國無中生有 又說不應該破壞中英關係 相當之好笑 這一節 也是要跟大家揭露 這一宗 香港 香港的紀律部隊 在英國做間諜案件 裏面 那一種 叫做科技 的低級水平 是去到 你難以想像的地步 因為現在的消息流出 因為 英國 要正式落案起訴這三個人 所以關於這個案件 裏面的細節 是開始全部曝光 真的可以用 內容相當精彩來形容 我們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亦希望其他 聽眾可以盡量幫忙支持 當我們是一個 是報章雜誌一樣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看看這個詳細 的 控罪書的內容 這個控罪書 是 也有20多頁的英文 亦有網民已經做好 是一個summary 這節就要跟大家 將這個 可笑的重點 跟大家分享 裏面 技術水平的低程度 是低到你難以想像 就算 隨便看一套間諜電影 其實裏面 可能安排的情節 以及複雜的程度 都比 在現實生活中的這個 香港的間諜 要做得小心很多 他們當中包括 直接使用 銀行戶口 直接 被案件當中的兩名人士 一個是Peter Wye 位置 一個是Matthew Matthew 即是英國的前海軍 這個袁重彪 根本就是負責了這個行動 直接 是這個行動的總指揮 所以你可以清楚看到袁重彪 是作為 退休紀律部隊 被調任經貿辦 在經貿辦 展開這些 間諜工作 這個人絕對是指揮 因為 很多的這些資金 是由這個袁重彪 轉數 是給Peter Wye 和Matthew 還有一些低級錯誤 他們是用自己的普通hotmail 裡面的內容全部沒有加密 甚至乎 低級到直接用 英國內政部 政府系統 電郪 發電郪給自己 所有的 record顯示 在3年之前 即是2021年 袁重彪已經和 位置良已經有電話聯絡 當時袁重彪 負責這項 監視行動 負責 監控羅冠聰 蒙兆達 還有劉祖敵 如果這次不是英國破獲這個案件 我們很肯定 是英國 這個經貿辦 香港經貿辦 一定 會將 所有 在英國 被香港政府通緝的人 包括本人在內 肯定有機會成為他 想監控的對象 當中有不少是低級到你難以想像的錯誤 可能他們真是有恥無恐 沒有想過自己 是會 被捕的 他們將 是一年以上 的對話 是徹底就這樣放在私人手機 包括袁重彪 是僱傭Peter White 還有 Matthew Chikert 他們 拍攝了不少監控相片 例如可能 羅冠聰和劉祖敵 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 他們也直接 把拍攝到的照片就這樣放在手提電話裏 他們甚至乎 僱傭Peter White 以及 Matthew Chikert 的交易 的講價內容 即是說行動收多少錢 的對話 全部 就這樣放在手提電話裏面 而且是全部沒有加密的 你也很難想像這個 是香港政府 撥了那麼多錢 給經貿辦 這個我跟大家分析過 現在香港 有大量的維穩費 是不易而非的 事實證明了 香港現在 是接手中國大陸 在海外的間諜工作 因為 中國大陸現在在海外四處碰壁 香港的維穩費 根本在香港沒有查案 原來 撥了大量的費用 進行海外活動 當然 現在破獲的案件的規模好像很小 但是實際上 根據英國政府早前公佈 其實調查了最少 十幾人以上 已經 不過並沒有 落案起訴那些人 可能因為種種原因 可能證據 不算相當充分 但是英國的情報部 等於是掌握了 整個經貿辦的網絡 而由於這個網絡那麼大 四周圍要付錢 四周圍要僱傭人員 還有這班經貿辦的官員 還要出糧 所以 維穩費的去向 其實現在相當清楚 就是去了英國的 被這班藍絲 過來自肥 自己 搞移民英國 享受英國生活 然後 當自己的公務員在做間諜 由於 他所有的紀錄基本上就這樣 擺在自己的普通手機 再用私人電郵傳來傳去 基本上 英國的情報科 只要抓到他們 就是把所有的這些內容 全部找到出來 香港 經貿辦 垃圾的程度 跟中國大陸的領事館相比 還要低級幾班 中國大陸的領事館 就是中國大陸對外的間諜機構 大家應該還記得 是侯斯頓 中國領事館 侯斯頓中國領事館 發生過 漏夜把大量的資料銷毀的事情 就是因為 大使館收集了大量美國的資料 而 美國 要把大使館關閉 好了 這群香港的傢伙 大無私仰 是用了 外國的社交媒體 包括通訊軟件 WhatsApp 裏面所有的紀錄 是全部被人找到出來的 即是說 幾年以來 不斷地跟 Peter White溝通 還說自己只是普通的中假日 實際上 他是行動指揮 香港經貿辦官員 的身份就是 認識 你也挺難想像 香港 學人搞間諜案件 低劣到這個程度 即是說 整個經貿辦 公開的資料 不只是英國 是全世界 所有經貿辦的官員 基本上 一查就查到誰了 即是說 他們更大無私樣 將自己 間諜的資料公開 放在電話簿 相當之好笑 基本上你現在等於 可以把整個 香港的網絡 全都建造出來的 根據 這群人的低級 程度 你可以想像到 他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 去把一切取消 所有 的紀錄 全部 在英國手上 到底這群人 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其實這群人 除了乖乖的 是篤灰之外 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 他們現在面對的指控也相當之嚴重 現在香港 就是 亂作一團的 大量的左派人士出來大叫 甚至乎 有官員出來說 又說擔心他們 沒有足夠的法律 支援 政府應該可能會介紹律師給他們 真的相當之好笑 香港不是很厲害幫人找律師嗎 有官派律師嘛 這次就是官方機構出事 還不快 找個官方律師過來 大家也猜一下 你猜香港還有沒有 法律團隊 夠膽 幫 他們打一場貫事 夠膽走過來英國 這件事現在 基本上 非常juicy 因為將會有更加多細節 會不斷被爆出來 我們這次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正式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条之下 无时无刻都要打开VPN Gmail 用VPN打开USIP注册新的Gmail账户 美国虚拟电话号码 Text Free 免费试用3日 建议长期付费使用 接收各类短信及认证码 虚拟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注册新金融机构Wirex 防止各下消费记录被追踪 保护各下私隐 避免国安法及 基本法23条迫害